五岁男童梦中猝死 尸检结果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 这居然是很多家长们 极易犯的低级错误 五岁的小林特别可爱 这天妈妈和往常一样 给她吃了糯米鸡和一杯牛奶 然后就送去了幼儿园 到了午饭的时候 小林吃得很饱还不饿 但是老师说 不能浪费粮食 一定要把饭菜吃完 懂事听话的小林强承着 把饭菜一口一口的给吃干净了 午休时小林撑得睡不着 老师就以为她在捣乱 随后呵斥了几句 小林只能强迫自己慢慢睡着 午休结束之后 其他的小朋友都陆续起床了 可唯独小林依旧在熟睡当中 怎么叫也叫不起 而且不仅面色惨白 嘴巴和鼻子里还都有黑色的异物 老师立马拨打了120 可小林还是在睡梦当中离开了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 孩子中午吃的太多食物 在体内并没有消化 这个时候睡觉导致食物倒流 堵住了她的气管 然后窒息而死 其实小林的事件并不是个个例 所以以下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家长朋友 孩子午饭过后要适当的运动 孩子休息时呼吸不正常 要及时的检查 巧克力玉米类难以消化的食物 不要再睡前吃 这种事情 我能力 让你试不过